文化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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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有兩個 一個就是對當時的信長美術 我覺得當時已經需要 有一些修正的資源 修正的當代 我剛才講的 就是高明路他们提倡 实际上高明路提倡的理性主义 跟立宪提倡的大灵魂 他们都有当时黑格尔的色彩 就是黑格尔对宏大的本质的整体的 就是把这个文化方案 放在历史决定论的这样一个思维中 这个是当时我想的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就是当时哲学化 把艺术的哲学化 艺术哲学化这是很多艺术家都很敏感到 像张培莉都很敏感 就是当时艺术完全哲学化 那么实际上就是艺术自己的很多任务就没有了 那么你看书群当时提倡内容决定行使 就好像说只要有思维有观念 画什么什么画都不说 像这样就是这个 但是这个任务当时就是说有一个 就是有一些两个观点 一个就叫做纯画语言 就是孟露丁他们讲纯画语言 就是说要把画画好 这个当时一个很浅诚质的一种 更深层次的就是说像胡山砖 像黄永平 像张培莉 甚至包括就是新解析 他们就是希望就是说 就是把观念主义的这样一些 语言形式引用到中国来 那么当时实际上就是 劳松伯格这个展览进来以后 当时整个语境 大家全部把它当成一个现代主义艺术 而且当成一个达达艺术 就是当成一个破坏性的艺术 就是说只是把它当成一种 就是甚至当成一种反抗的艺术 就觉得很痛快 大家看到这个美术馆 因为都是展一些官方的绘画 还有主题绘画 突然放一堆垃圾里面 也可以当艺术品 大家就觉得它是一种 就是最多理解 就是把它成为一个达达艺术 就是就没有理解它的这种思想背景 就是说这个就是没有理解它的这种 就是结构主义的这种 它的这种力量 所以就是这个展览当时误解的最大 都很开心 所以实际上当时就是在八五大展的时候 为什么就是八九大展 为什么出现那么多那种 就是完全没有逻辑的行为艺术 那种完全破坏性的这种场景 我觉得他们都跟误读劳森伯格有关系 当时我是当时就觉得就是说 这个必须得就是说看 就是从这个思想史去看劳森伯格 所以我当时也 因为我当时外语不太好 也看过一些外文资料 就是关于就是波普艺术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因为那个实际上就是 赫普德里德也介绍过一些波普主义 就是那个书里面有很多东西 就是我当时就是想 首先你得了解波普主义是什么东西 然后你得了解这个 这个劳森伯格在波普主义中的它的位置 因为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纯粹波普主义 是吧 它还有美国这个表现主义的抽象主义的传统 包括这个物质材料的这种使用的传统 所以它是很语言化的 它跟那个安迪沃霍还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当时是想 我说如果这个展览是个安迪沃霍的展览 那中国人会怎么反应 可能一点反应都没有 为什么就是劳森伯格 所以这个偶然性太大了 就是同样介绍 或者它如果拿个穷师的展览 可能中国人反应又不一样 当时所以整个中国人就觉得开心 就是这一堆垃圾放的 就是从来都没想到 这个垃圾背后 它是有哪些传统的导致的 所以我当时就是 原来最开始想翻译一篇 就是介绍波普主义的 就是说我觉得因为赫布里里德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 就是想就是这种波普文化 为什么突然会在西方艺术史中 成为一个章节 那么这个它的意义在哪里 因为当时中国基本上也 虽然没有 但也还是有商品的问题了 那个改革开放也还有商品的问题了 当时通货膨胀很厉害啊 大家 但是就基本上还没进入消费社会 但不可能思维到这种用这个消费 那我当时想只能用这个 就是说它就大众文化 在西方文化中 它为什么突然兴起 而且突然会成为 艺术史中的一个章节 我当时就想把这个线所清理 最开始我是想翻译一篇这个东西 我觉得或者 但是我的翻译水外文也不好 然后看到的资料边有线 所以当时就是说是想 让人就是清 就是让大家就是 一个是说这当代艺术 就是说这个 需要有一种解构性的东西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当代艺术 不能这样误读这个波普主义 就是说这个当时是主要是启蒙主义 启蒙主义时期的就是用什么样的思想来启蒙 要达到什么样启蒙的结果 那当时我当时觉得 这是对当时那个问题的 当时主要还是 其实这里面我批的就是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 就是以这个理性主义代表的这种 本质啊 整体啊 集体啊 一个就是大灵魂 就大灵魂 就是实际上就是 我曾经跟立宪廷在中国美术报有一个对话 当时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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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就是关于 当时我们两个都是用的笔名 因为那时候他刚好在湖北边缘世潮 我们实际上也有过争论 那么他当时就是主张大灵魂 就是要用时代精神来来这个推动这个艺术运动 我当时就觉得一个艺术运动必须有分析的成分 必须有这种批判理性主义的成分 当时有一个对话 他的当时用的笔名是叫叫什么 他的一个对对对 我的用的笔名叫百金 我在美术报发的文章的笔名都是用百金 那么那个实际上就是 他是发在中国美术报的一个 虽然是头版头条 但是因为那个那个问题呢 当时后来一到了八九以后 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好像大家对抗又变成个主题了 就是就是所有这些内部的清理 就对于实际上八九大展 其实是他的功过是有两面性的 功的部分呢 他使这个东西真的是在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下 突然一下整体性的展示了 但是这个弊的部分 就是他把当时所有问题从此掩盖出来了 特别出现这个官方来禁止他以后 然后就把我觉得整个把就是这个运动反正拉倒退了 就变成了一个简单的对抗运动了 就变成一个意识形态对抗运动了 就使他自身丰富的学术性全部淡化了 他自身的问题都没有了 那么因为八九大展以后 又出现了这个就是一种政治对抗 那么后来这个主题又在中国当了一种战上风了 这一直延续到后来一些鼓吹的什么政治波谱啊 什么玩世现实主义还是这样 他就是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 在我看来至少是一个这个主题应该在结束了 就是应该用新的主题来进行这种 但是就是因为有八九那个 现在大家好像都还是就是带着这个眼光 包括西方人他也在这个眼光来看 所以使他本身的很多学术性的 就是真的有实在内容的东西啊 反倒就是被忽略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